发现中衡公路上有一间全台最高海拔2374公尺的官员加油站 营业32年为了更换老旧设备 8月6号开始要停业5个月 中油公司贴出了公告提醒驾驶人加满油再上山 由于官员站除了卖油之外 还有贩售热腾腾的食物 而其中又以肉粽最受到用路人喜爱 如今肉粽也跟着停卖 让不少的网友哀嚎说还我肉粽 圈台最高还把2374公尺的官员加油站贴出公告 8月6号起停业5个月 态换老旧管线和油槽 员工忙着提醒驾驶就怕民众上得来 结果下不去 因为官员加油站位在中恒公路117公里 开始停业后民众想加油 最近的路程还得跑35公里 这边如果真的没有油太很方便了 本新城分局呼吁上山的民众 必须在底下的加油站加满油 然后上山比较安全 官员站32年来 首次停业事关重大 有趣的是网友听闻消息 反而比较关心 站内贩售的肉粽又没有停卖 也纷纷留言不加油没关系 可是肉粽还是要吃 甚至说肉粽才是加油站的盆体 在山上堪称人间美味 大家哀鸿遍野狂喊还我肉粽 有幸福有在报 对啊 以前有买过肉粽吗 对啊 有啊 有啊 好不好吃啊 不错啊 不好吃啊 冤端烧肉粽远近驰名 这么神就是因为冰冷的高山上店家不多 官员站除了卖油 也有热腾腾的粽子 是民众解馋的暖胃圣物 月销量往往4000颗起跳 如今随着官员站整修 肉粽跟着停卖意外引发讨论话题 记者陈金燕花灵报道